土耳其西部的德林斯港口附近一座粮仓发生了大爆炸 至少造成了十人受伤 港边的监视器录下了爆炸的瞬间 这起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7号的下午2点40分左右 摧毁的是土耳其古物委员会的粮仓 初步调查 这个小麦从船上运送到统仓的过程当中 小麦的粉尘遭压缩引发了爆炸 这周两个人重伤 索性港币的船只没有遭受到迫及